大家好,我是王狗 前幾天的時候呢 我收到了一封信件 公公你好,我是一名 經營成任平台的女生 做差不多兩年了 前一陣子的時候不知道是怎麼來 到了一件很瘀青的事 應該說他是社會吧 我是因為工作人員過去的台北 大概凌晨12點左右 我就上床入睡 暗示睡沒多久 我做了一個夢 一個男生壓在我的身上 還一直要巴工我的衣褲 我整個人嚇到瞬間驚醒過來 坐起來一看 發現我的棉被 掉到了地板 而且身上 真的是遺善不正 腳上你感覺會壓迫的痕跡 坐了之後從旁邊的廁所燈 是打開的 真的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所以王狗 非常希望能夠邀請你到那邊去拍拍看 對,沒錯 這個就是這個網友寄給我的信件內容 大家記得我有拍過一個系列吧 你家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 別墊工廠 辦公室 披薩院 等等 要有發生過靈異事件的話 我都會去那邊住一天 試試看到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就讓我們第一期去一個網牌辦公室 最後一位那個房東看到影片 好像蠻有意見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下架了 所以今天就要來進行我們第二期 其實我也蠻好奇 從事這種平台的人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信上帝賦予給我們的 但是當你過度的濫用她的話 你的社會規範 容易給你一個 不好的印象 在這種社會風氣下 為什麼這名女生 她願意露臉 去進這種平台呢 她不怕被認識的人看到 所以呢今天我們除了去台灣督床之外 然後順便訪問她看看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OK 我們跟她約好時間 影片見吧 大家好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網友她投稿給我 上來台北工作的時候 遇到怪事的這間飯店 哈囉大家好我叫兔兔 說你上次在台北工作 住在這邊 遇到了什麼奇怪的事情 就工作完就很累了 旁邊看到一間我就進來住了 那時候當她就睡不好 做噩夢這樣子 醒來的時候也一三不整 你遇到事情 床就是那個床 對啊 可以去運同一間 同一間喔 對 真的假的 嗯 這麼巧喔 所以就進來就還是覺得怕怕的 那你就說你有做一個很奇怪的夢 這夢就有點變態 一個男的陌生人 想要強行侵犯我這樣 夢裡我是想要起來的 可是我起不來 卡在夢前面啟動 沒事 你有看到東西 沒有 就感覺好像有人好像跑了 之類的 並且也沒有遇過 聽起來也是夠恐怖了 嚇死了 這個地方 我覺得也蠻隱身的感覺 真的是隨便找的 真的是隨便找 那原本呢 我跟兔兔 她寄email給我 說好是我要來這邊做都市傳說 可是後來我們跟她討論完 想說她遇到那天的事情 是她活生生遇到的 那今天不如是由她來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我說你OK嗎 試看看吧 還是有點心有餘悅啦 但是 因為想證實到底發生什麼 但是 也為了確保你的安全 架監視器的時候 遺失監控 你在車上看你的畫面 打工三個小時 每一個小時 打電話給你吃 你如果有什麼狀況 可以隨時打給我 我們可以立即中斷 開始前呢 我會讓你播一首歌 這首歌是來自於印度人 它是一首 昭靈的歌曲 就有點像我們台灣的大悲咒的 那我們就期待 今天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也是 我太希望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會出事 反正隨時聯絡 我就先離開了 好 等一下我會打給你 有事隨時 這樣 好 好 好 對我現在剛回到車上 我們現在就用GoPro的這個 即時印象 我們可以即時的監控它 因為時間現在也已經 反正9點多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打給它 現在開始播放那個都市傳說的歌 如果出事的話 我們馬上去救它 喂 喂 兔兔喔 你現在差不多可以開始播歌了 途中如果特別奇怪 或是覺得很不舒服的話 記得忙 我馬上上去去拯救你這樣子 對然後我會時時的監控你 祝你好運 好 掰啦 你現在應該是 適合聽歌 這感覺好像那個樓下的房客 我還沒有 我也沒想到 你想要得到 是 你 這個 我 你 是 要幹嘛? 應該是去廁所 我覺得應該是去廁所 在睡覺 現在時間是9點20分 我們等一下10點 準時針電打電話問他 他剛剛站起來 走去那邊是在幹嘛 我不知道他是整了 嘟嘟嘟 一切安好 你有覺得什麼很奇怪嗎? 那如果你有什麼隨時有什麼狀況 馬上跟我講 現在還在機師的監控油 現在在這裡超無聊 對 保持聯絡 拜 對 那結合我地方秒睡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結果會挑這個傳說呢 其實是蠻酷的 因為它是源自於印尼的一個都市傳說 例如說這一首歌 它演唱完的時候 會吸引來漢圖 漢圖其實就是我們台灣俗稱的鬼 那這是東南亞的翻譯 因為它會被人家寬 我看到網上人家寫著 是海洋 是海洋 所謂的 你女人 是非常有趣的 那是海洋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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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一切安好 我真的想很聽到儀館的聲音 等一下檢查攝影機看有沒有錄到什麼 好 拜 現在時間已經12點整了 目前這樣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錄到什麼東西 反正把它叫醒看看 欸 沒接我電話欸 可是它看起來在翻來覆去 對 它翻來覆去又不接我電話 八成是做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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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看一下它到底什麼 欸 你睡著了齁 那我打給你 然後你沒接 我都沒有成這樣 好難過 你身體不舒服 要不然我們頭先開燈 我們坐著這樣 我剛剛打給你 完全沒有聽到 沒有 完全沒有 而且我連我自己睡著我都沒有感覺 重點我手機明明有開聲音 那剛剛你有夢到什麼 可能這次時間比較短 可是我剛剛醒來的時候覺得很冷 不是冷氣房的冷 聲音很涼 那種感覺 中間說你聽到那個 嘰嘰嘰乖乖的聲音是 就一樣是從廁所那邊穿出來 但是我又不敢起來 當沒聽到這樣子 對 就是說服自己想說 房子救了之類的 但是沒有實際看到什麼 沒有 那還好啦 回去看看錄影機 聽有沒有錄到什麼 或是什麼聲音 不然我會放上網 都可以看 好 然後我來這一趟 大部分是因為你上次有遇到那個靈異事件 一小部分呢 就是我個人的好奇 還蠻好奇說 做這種是因為興趣嗎 還是因為什麼其他原因 畢竟自己也單身啊 晚上睡不著 還是會想要找個人聊聊天 它這個是像IG一樣也可以發照片 可是它是偏成人的對不對 需要滿18歲 也可以下載 可以去玩這樣子 對對對 了解 那你為什麼不做一般人 為什麼要做成人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它可以 比較彈型 它可以聊到一些就是比較 濕熱小蜜蜜 就可能社會的包袱已經太多了 對 你才需要某一個空間 拋掉社會價值觀 那種環境下 跟大家談更深層的東西 對對對 好有意思 所以畢竟就每個人心裡 會有一些小蜜蜜吧 我只有在影片裡頭 我覺得每一個人心裡 都有他另外一個 拋掉社會價值觀 他會有另外一個他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你需要從這裡去跟大家聊這些 因為我也是有透過這個 就是真的成為朋友 一開始聊的東西就是比較 不是很包袱的那種 堪稱相對 對 真的那種感覺 所以大家聽到嗎 兔兔在私密上 想要跟你們當朋友 畢竟就是現在大家 社會壓力都很大 需要一個發現的地方 也趁機在這邊 跟大家宣傳一下 你在私密上面的帳號 我在那個私密帳號裡面 就是叫兔兔 平常綽號也是就是叫兔兔 他Apple Store找不到 Google就搜尋得到 Google它的官網 可以去載它的APK檔 我把那個官網連結放在下面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兔兔上去 跟他聊個天 好OK那今天就謝謝你啦 影片我去再看看 大家可能有什麼狀況 看看有時候搞不好 有鬼吧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都市傳說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喜歡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那大家也別忘記要去追蹤兔兔的私密帳號 對可以去找他聊個天 好OK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啦 掰掰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